1.沟通是关键 多喊你的 我的和其他类似术语 选择你们中的一位来接高调球 2.球员的正确站位 把球方保持在底线后面 以防底线球 接球手可以留在底线附近或底线处 3.减少非受破性失误 根据专业人士的说法 75%比赛的获胜关键 是因为失误较少 因此不失误就是胜利 机球落点的最佳位置是对方中间深处 4.尽量快速推进到往前 打出第三球后 发球方应一起移至NV机线 一旦你被困在中场 用重置技巧等 为推进到往前创造条件 已到往前 则尽量避免向后移动 除非您要回高球 5.搭档同进共退 包括搭档前后的距离和左右的距离 尽量保持同步 以防出现空档